航天员宋令东是一名航天驾驶员 他和王浩泽一起将成为空间站迎来的第一批90后航天员 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位驾乘梦想的风帆 目标坚定 勇意向前的年轻人 他1990年8月出生在山东草县 2008年他应征入伍 成为飞行员 2020年他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曾经他自在云端守护祖国空天 而今他整装待发 领命出征太空 他就是神州19号航天员宋令东 这些年基本上祖国的大好河山 南北我都飞过 然后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心里还是很自豪 很骄傲的 2018年 当正在执行任务的宋令东 接到单位通知 可以参加航天员选拔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报名 对于我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应该是转椅 转椅这个因为 我觉得它贯穿了我的飞行生涯 也贯穿了我的航天生涯 因为我从小就坐车晕车 坐船晕船 但是也一路咬牙挺过来了 不断突破自身极限的勇气和意志 让宋令东在新的平台再起航 经过初选 定选和复选的层层考核和选拔 2020年9月 宋令东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 第三批航天员开展了八大类百余巷的训练 2023年5月 神舟16号任务中 第三批航天员开始亮相中国空间站 一次次目送队友出征 宋令东告诉自己 要不断磨练新性 踏实前行 其实第一次选拔结果出来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波动 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一个心态上吧 我以前的理念是这种战斗机飞员 宁在一时静 没在一时停 比如说操作的时候我会追求速度 然后但是通过这次选拔以后 让自己进行了一些调整 我有意识让自己慢下来 让自己静下来 就是减少自己的失误 减少差错 去磨练我的心性 磨练我的心态 我觉得这也是我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经过几年的系统学习和训练 宋令东与蔡旭哲 王浩泽一起 入选神舟19号成组 即将实现飞天梦想 宋令东对太空生活满怀憧憬 我想出舱去看一看 因为在飞行部队的时候 当时我们飞过扶小飞行 最高的高度飞到两万米 但是在两万米看日出 那个时候天梯线已经是带着一定的弧度了 然后看完日出以后 感觉自己很渺小 但又很幸福 然后这次有幸能到我们自己的空间站 我觉得我很期待能出舱看一看 看看整个宇宙的这种壮观 为祖国出征 飞出新高度 看不一样的风景 宋令东说 他最想感谢的是这个越努力 越幸运的好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如果你甘于平庸 随波逐流 那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想 这个做出一番事业 成就自己 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你 你必须要努力 而且要持之以后的努力 而且要非常专注地做一件事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祖国的强大 给了我们90后 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机会 给了我们追梦 圆梦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那句 越努力越幸运 真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写照 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